4月4日消息 近日有媒体拍到了许久未在香港露面的王妃 她声称白色运动服戴着红色墨镜在购物 照片中已经48岁的王妃状态十分好 身材苗条一身轻松 心情也很不错 当天下午两点多 王妃与三名助手一起现身中环太子大厦 购物期间有说有笑 心情非常好 而王妃之前也多次被媒体和网友抓拍 不是高清大徒也很美 此前网上流传一解王妃的老赵 报道指她肤质粗糙皮肤下垂 不过这次港媒拍到的路透 王妃明显又没回来了 另外又有网友在4月3日偶遇王妃 她独自在铜锣湾丽园逛街 还是身穿紧身牛仔裤 不过因为天气炎热 她上身只穿了一件单衣 从后背看瘦得不行 王妃今年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 每次网友偶遇她都在旅游 不是跟男友协庭峰 就是带着女儿李妍 去年她与协庭峰一起飞到日本购物 就在机场被粉丝疯狂拍摄 前段时间谢霆峰又与王妃到日本滑雪 同伴的还有陈一迅夫妇 以及刘嘉玲夫妇 谢霆峰和王妃这对姐弟恋 刚开始也是各种不被祝福 如今也慢慢的接受了